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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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文章里面就是和当时魏晋这种辞遭华丽的什么富啊 洛成富啊 这些完全不一样 他是把整个自己的感情全部沉浸在这篇文章里面了 所以他也是成为千古的一篇文章里面这篇文章里面他的心情相当于是诸葛亮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注入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是把回顾历史回顾他和刘备的过去然后把自己的心血都放在了刘善的跟前 这个就有历史的经验教训后来读书人就评价说你一个读书人看到初识表你不掉眼泪说明你这个人没有良心 所以当初识表的这个地位他已经放得很高了 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作品 是偏思理流这些都不重要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这是出现在后初识表里面的两句话 其实就是你看后初识表 我觉得这应该是诸葛亮所做的 如果不是诸葛亮 我觉得当时没有人能写出这种 能达到这样的感情高度和这样的政治觉悟高度 就这两篇初识表他的这种感情上 对蜀汉对黎民百姓的这一腔热血里面 它是一脉相承的 但是确实到今天为止 这个后初识表作者还是有争议吧 对 还是有争议 有争议 但是后初识表里面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八个字就是评价诸葛亮 对了 这个传下来的 这个是千古名言了 后初识表 不仅因为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名句 而名垂青石 更为重要的是 诸葛亮在表中明确提出 汉贼不两立 王爷不偏安的政治主张 也正是这种拥戴正统 匡扶汉座的春秋大义 高度契合了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 最高政治伦理 以至于九百多年后 南宋诗人陆游感慨道 出师一表真名事 千载谁看伯仲间 他是一国丞相 整个蜀汉所有的事都他说了算 但是他最后死的时候 只留下了 给儿子留下了八百株丧树 十五亲博天 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而且他在下葬的时候 只是说 你不要陪葬 有一个小官容我下葬 就好了 这是他诸葛亮留下的遗言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 中国这五千年代历史上 没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 这是人民的向往 对 是人民的向往 中华民族的向往 我感觉到 就集中在这些个美德 都集中在诸葛亮身上 这是一个理想的人物 应该他说为一个理想主义的人物 对 而且就是在历史上 作为一个臣子 他在死后被立庙祭祀 诸葛亮可以说是 横少仅有的那些一个 诸葛亮作为一个臣子 是没有资格 就是在古代的这种文化语境下 他是没有资格立庙的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刘善主动给诸葛亮立庙祭祀 这是历代的王朝 作为皇帝的 他觉得你这个是不对 这是我们皇家的特权 这是不是僭越 其实不是 实际上是一种高规格的待遇 对 而且是老百姓发自肺腑的 去欣赏诸葛亮 去祭拜诸葛亮 包括现在我们在成都的武侯祠 武侯祠其实 是在刘备墓边上 对 他是在明朝的时候 当时明朝有个王爷 他分为蜀王 他在这边 他说这个不对 这个怎么能叫武侯祠 这明明是刘备和诸葛亮的庙 我应该叫汉昭烈帝庙 汉昭烈帝庙 他把这个牌子就改了 说这是皇家的特权 你诸葛亮只是作为汉昭烈帝庙里面的一个 配向任务 但是你改了 那是你的特权 你是皇家 你是王族 但是老百姓不是 我还叫他武侯祠 包括今天我们去成都去哪玩 去武侯祠 武侯祠 没有人说去汉昭烈帝庙 对 至今保存在南洋武侯祠中的前后出师表 相传是抗金名将岳飞首书 公元1138年 岳飞在北上抗金途中 夜宿武侯祠 那一晚 秋雨年年 寒风萧萧 岳飞夜不能寐 他起身掌灯 便观词内先贤文词 当看到诸葛亮的出师表 岳飞心驰神网 泪如雨下 不禁挥笔抄写起来 挥涕走笔 不计宫桌 稍疏胸中抑郁耳 南宋名臣文天祥 抗原被俘 在押界北上途中 他难掩激愤之情 写下了怀孔明一诗 至今出师表 独知泪瞻金 汉贼名大义 赤心贯苍穹 温天祥在他那首 流传千古的正气歌中说道 天地有正气 杂然负流行 或为出师表 鬼神气壮烈 我们中国的戏曲 剧种是很丰富的 按照最近的统计 他们有三百多个剧种 可以这么说 很多的大剧种 都有诸葛亮的戏 都唱诸葛亮 都演诸葛亮 你比如说 山西的中路邦子 丁果仙 那是他在空城记上 朱芳草都演 我也看过他的空城记 这是一个山西邦子的老前辈 还有就是河南乐调 有一位申凤梅 这个表演艺术家 他可以这么说 他就是从三国戏 天水官 想的名 收江卫 收江卫 是天水 你莫要羞悔难党 听陕燕发情 有 你说多安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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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由命上降 你敢讲 战草兵人周党 如今你年纪埋法如霜江 生命啊 将没有学习方丈 虽说你 见一天打回百当 愿山人我永迷不当 你不在身上啊 诸葛亮在历史上是以一个真实人物的形象出现的 但是在后世的传说之中 已经把它抬得很高 近似于神的地位 其实在吕思敏先生的三国史话里面 就提到就是按照一般的规律 就是当民间传播一个人物越来越多的时候 它是特别容易偏离历史的 而诸葛亮偏移历史最多的 恰恰就是在赤壁之战的这一段时间 因为赤壁之战 诸葛亮本身只是作为一个使者 他没有很多的一些出彩的地方 而这种在历史上的空白 给了民间的作者 以发挥的空间 对 就有空间了 有了这样的一个空间 还有有了更多的想象 因为我可以把很多的 承受的三公志也好 斯拉框的自治通鉴也好 写这个跟戏都有一定距离的 而且文字也并不多 都是说书的演戏的把这个发展了 在现在新媒体的条件之下 我觉得和以前这些应该有一个更好的提升 就是您可以通过这种新媒体的传播 包括我们今天在聊天 在录电视 然后还可以在其他的一些手机屏幕 或者其他上面 让更多的年轻人 然后投入到我们这个金剧 投入到我们这个国粹的这个行业里面 让他们来喜欢这个 然后人更多了 才能更好的传承 还有一个的 我感觉到 还有很重要的 就是要培养观众 观众 他所这个审美的那个需求 是很高的 他这个戏的在舞台上呈现来 就会是很高的 不会是促制滥造啊 这个不太完整的拿上来的 他就不允许了 那就是这个 有那个质量的要求 他就保存了原来的这些风貌